字幕 logo 字幕?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GTO 我是Festio Campro 那我們今天要幹嘛呢 我們現在來越野一下 為什麼要突然來越野 我也不知道 我就覺得 在GTO那邊越野 我就應該 自己在玩的時候啦 要怎麼說咧 自己在玩在GTO越野的時候 開著越野車 在越野的那種感覺其實不錯 然後你邊聽的音樂就有點像你在玩SnowRunner或是MudRunner那樣的感覺一樣 只是你是在玩GTN 會不會有有興趣的觀眾自己私下在玩GTN會這樣子 也許有啦只是可能不多吧 OK我們今天要開的是這輛Ford Raptor Ranger 這輛車台灣是沒有進的 它是那個Raptor系列但是它是好像也是Ranger就是 車型比較小它沒有到像福特F150或是Raptor那樣那麼大台 它大小應該是跟台灣進的那台福特Ranger差不多大小 我真的超級喜歡皮卡的 不知道應該之前我有問過就是有喜歡皮卡的觀眾 其實好像也蠻多的 台灣進的皮卡其實還蠻少的 最主要的應該就只有三台而已吧 台灣進的有合法 就是有代理商代理進來的那個 就是 的皮卡最常見的應該只有三個就是 那個福特Ranger 還有 Toyota的海雷克斯 還有那個 福斯的阿瑪羅克 這三台比較在台灣比較常見 基本上其他你看到美國那種很大台很大台那種皮卡 基本上台灣是沒有代理商進的 那種你通常要自己就是買那個水貨叫其他的代理商進來這樣子 希望 後面可以再多進一點皮卡有沒有 但是那種 國外那種皮卡都很大台 在台灣真的有一些地方是真的不太適合 尤其是那個停車格 國外那種皮卡超大台 那個停車格光是停進去也就有問題了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路上有一隻兔子差點被撞 Oh my god 好那我們就上路吧 我們先在這個軍事基地這附近 繞一繞 你看可以看到有那個戰鬥機起降 這感覺真的還蠻棒的 如果尤其在聽個音樂的話其實更棒 不過我在影片裡面是不會放音樂啦 會有版權的問題 那我引擎那些參數是什麼都沒有改的都是原廠的 這樣子 也比較好一點 覺得啦 就是 沒有必要去改嘛 然後也看這個輪子這樣 超棒 也是看這種畫面 有沒有像那種拍汽車廣告一樣啊 然後這樣邊開邊欣賞風景 如果可能有觀眾喜歡看這種越野的影片的話吧 GTA5越野的影片可能就會有下一張 那如果還好的話那基本上就是比較不會 這邊其實也還好沒有說到非常越野 就是這些泥泥的路而已 但是等一下我們會到中間那個沼澤那邊去 試看看 因為 我不確定那邊的沼澤的深度 這輛卡車有沒有辦法 因為我只知道那些 沼澤那裡有一些地方其實還蠻深的 在這種越野的地方 泥泥的地方 就是要 開快車 標 國外真的是比較多啦 國外真的就是很多那種 台灣也是有但是 好像比較少 國外就比較多那種人 就是大家 揪一揪 四輪驅動車 不管你是 皮卡還是你的那個 Land Rover的四輪驅動 休旅車啊 越野車什麼 揪一揪 大家就到那個森林 或是那種泥泥裡面 去那種來玩那個offroad那樣子 國外比較多 比較多這種 大家會這樣揪啊 台灣的話好像比較少那種地形 要碼的話就只有那種山谷裡面的那種 那個溪流啊 在山上那種比較 比較有 比較大概是這種地形啊 但很少有那種就是都是爛泥巴那種 這裡好像 很少來這裡喔 結果 欸欸欸欸欸 翻車翻車 這輛車的Handing有點 就是 車速快的時候不能太快 哇 這邊看起來還蠻多人在這邊做活動的 這裡會通到哪裡啊 啊通到這裡來喔 喔 通到這裡來真的假的 我GTA玩那麼久 我都不知道那條路 左轉會通到這個地方來 這也太猛了吧 然後那邊就是摩托幫 OK我們再回去剛才那個 我該不是說那個沼澤的地方嗎 沼澤的地方我們下去 看一下好了 這裡的水應該不深我覺得 不過這個這麼陡峭應該還是不要好了 我們再前面一點點好了 前面有那個比較適合 下水的地方 欸欸欸 應該大概是在軍事基地啦 欸沒有沒有沒有 對面 對面那個那一塊 很平坦的地方就很 很適合下去 不過那個地方 好像沒有地方可以下去 這邊都沒辦法 這邊都太高了 而且那邊的水我也不確定 是不是很深 如果這邊的路很崎嶇之那種坑洞洞太多的話 基本上我就不會開這麼快 就是一定慢慢開了 GTA5裡面好像很少 有那種地形喔 好像要在那種山上比較多 欸這裡可以這裡可以這裡可以 山上比較多那種地形 這邊不知道有沒有辦法 可是這個水看起來很深欸 這水還蠻深的 不過這樣子其實也不錯 就不要開到那個太深的地方就好 這邊的這邊 欸這邊不行這邊不行 太深了太深了 基本上這裡是不能到對岸啦 欸不一定喔很難說 我們來看看福特這台Raptor如何 我們直接這樣子衝下去 看看能不能衝到對面 各位覺得可以嗎 上啊衝啊 衝對面衝對面 快 欸那是這樣子衝過來之後覺得 還好嗎那水深沒有很深啊 還是只有這一段沒有很深啊 我們再下去看看 它這段頂多是到輪胎的 有有到引擎 不過這個 停久的話 車子好像會壞掉 在GTA裡面的判定的話 就是引擎不要熄火 喔這邊就很深 這邊就很深 唉唷有 超危險 好我們趕快過去 OK我們剛才從哪裡下來的 我們剛才是從這裡嗎 剛才前面有一個沼澤的地方 我覺得好像還不錯 我們可以去看一看 欸應該是這裡吧 這裡的水應該也不會很深 試看看 唉唷不行不行不行 這邊水太深了 那應該還要在前面 喔喔喔喔喔啊 戰鬥機飛過 哇三架三架 喔那是算怎樣 在教練機嗎 是他們在培訓新的戰鬥機駕駛員 喔這種沼澤的地方 就是最好越野的 越野玩家最愛會來玩的地方 但是速度也不能太快啊 那個 太快的話 車子會出問題 欸這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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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還好 這邊水深沒有很深 我應該是說沼澤的地方就是這裡 車速也不要太快 車速也不要太快 這裡的話好像就有點深了喔 我看一下 欸有點深有點深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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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 這邊應該就還好 哇好好讚喔 真的我真的很好奇 應該不可能只有我 有時候會無緣無聊在GTA裡面玩越野吧 一定有一定會有 一定也有其他人會在GTA裡面這樣開車 不管是不是越野 不管是不是越野 反正只要這樣子玩車就算 OK我看一下 這個地方 應該是沒有很深啊 可以可以可以 唉唷 那個上來的時候速度要慢一點 不然都翹起來 快晚上了 我們晚上就準備回家了 因為晚上在這種地方越野真的不太好 好 這台車還蠻好開的真的 好開 來 我們到那個剛才後面一點的那邊好了 後面那邊的水 剛才看起來雖然還蠻深的 但是我蠻想過去看看的 這裡 這裡 下去了 欸不行不行不行 應該要在前面一點 剛才沿途過來 好像沒有看到一個很適合 下去的地方 不行 我聽到警笛聲了 警匪追逐我開始 不是追我啦 這邊應該可以喔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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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小心一點就好了 不行不行這邊有點太陡了 另外一邊可以 看起來可以 但是你要考慮那個下去的時候 那個底盤會不會直接 被那個坡度那個直角 直接 底盤會刮壞 衝到對面 衝到對面 那隻鹿 欸那隻鹿太扯了吧 我們再回個頭 然後就不見了 衝過來 這邊水很深喔 OK 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就越野差不多越高了 現在天色也暗了 不要再 在這附近亂晃 不然有點危險 希望各位喜歡這個章節 就是 來 開車走一走嘛 這種感覺 對我來說啦 真的其實不錯 如果 各位 也有在GTA裡面 會這樣子 不管是越野還是開車 開著你喜歡的車 這樣子 到處開一開逛一逛 有的 可以在下面分享 然後記得幫我按讚 然後 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歡迎各位在底下留言跟分享影片 那我們在下一張的GTA我再見囉 掰掰 掰掰